菊斗罗再见唐三,唐三义士封号斗罗。 大约距离这里还有二十里,我们不能再向前飞了,否则肯定会被对方发现,根据我的观察,敌人虽然只有五十人,但实力至少都应该在六十级以上,由于不能靠得太近,具体等级不轻,请宗主小心,你继续侦查。 胖子,我们下去,我们左侧是森林,右边是山丘,敌人既然已经行动,不知道一共排除了多少回事,我们要尽可能地节省时间,迎上去攻击他。 胖子,三哥,你不要离开我身体这位二十米的发展,好嘞。 在行进过程中,也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,为首的一人,相貌俊秀,看上去十分明清,只是眉宇间多少有些阴郁之色。 这正是五魂帝国长老之一,菊斗罗,月官。 自从鬼斗罗去世之后,他在五魂帝国中的地位大幅下降,原本平时对他客气的其他长老,现在也都冷漠许多。 月官向前行进着,脑海中不禁出现了那个人的身影,哪怕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,可他还是无法忘记鬼斗罗鬼魅被那柄三叉戟穿胸而过的景象。 比比东说那个人就是唐三,可月官不怎么相信。 唐三才多大,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,他怎么可能拥有杀掉老鬼的实力? 那个人究竟在什么地方? 如果他是天有地活的人,这次也一定会跟随大军出征。 老鬼啊老鬼,不知我能否有机会为你复仇。 这次 短剖子的心情 里面词 这次 对 diminish oben